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我請一下部長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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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達到在那邊 部長因為其實你在經濟部那麼久了 治水的問題 尤其在我來自於屏東嘛 這次的重災區當中 真的也讓我們覺得很頭大 包括這次總質詢當中我也提出來 整個治水到底要用什麼方式 而且要急迫性的來處理 如果說我們的水利署也好 或者相關單位還是這樣子 當然都很重視 但是政府不重視的情況之下 未來要面臨的問題還是一樣 為什麼你看全國不是只有這次淹水的地區 因為今天雨是下在南部 所以高坪地區可能淹水比較嚴重 而且重災區 但是如果說未來的雨水 是下在台灣的任何的地方的話 我相信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幸免的 所以未來的河川 因為台灣本來地形 就是從小我們念地理就知道 我們的河川是非常激 非常湍急的水流 所以這種沖刷是非常嚇人的 尤其雨量多的時候持續沒有辦法消退 那個雨水又湍急 上面上游有土石流 下游又是淤積的情況之下 難免到最後河川就是潰堤嘛 那包括我也在提起說水庫未來也可能會爆破 所以未來這些治水的問題我相信呢 我們應該政府尤其在經濟部首主單位當中的水利署 應該很嚴正的跟行政院跟政府提出來治水的問題 而不是像這一次的治水那個會議當中的提供多少預算 我想從過去的治水之前幾乎洞 廢審之後啦 然後整個治水就是都放會的 然後後來前政府弄了八年八百億來治水 區域排水治不了 那你今年前幾年開的治水會議當中 還是鎖定在中央管河川 那你看這一次的淹水都是地方管河川啊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 未來我們要求臨邊西啦 其他這些 把它化歸中央管河川可比 還回來 可以嗎 這樣才能一致性嘛 所以現在很多區域排水當中的 縣管河川沒有治水的經費 然後到就是 又為了那個蘇菌的問題又不敢去碰觸的情況之下 就出在一起了啦 啊我只要不蘇菌 不要得罪那些黑白盜就好啦 對不對 結果呢 中央管河川都治好了 但是縣管河川沒有治好 區域排水也還沒有 因為八年八百億也不是說一處可及 就是說啊兩三年就治好水啦 所以這些未來的問題 要用多少時間 就像現在很多蘇菌的問題 各縣市高屏地區的縣市長都在講 大概要將近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 蘇菌完成到按目前的進度來講 我想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兩點齁 第一點這個治水的業務 陳的委員講的吳院長宣誓過很多次 他這個要命的施政 不只重要是要命的施政 問題是要做法出來啊 這一定要要做法 每一年全年度的預算用在蘇菌 但是我覺得 SARS是很有價值的 為什麼不會去開發呢 第二跟委員報告一下 蘇菌包括林彭西 包括高彬西 我們這邊重要的C9在那邊 過去全台灣一年 大概蘇菌兩千多萬方 我們目前經濟部已經炒了一個叫做河川 野溪跟水庫的輸進方案 準備一年做到六千五百萬立方 包括中央跟縣市一起來做的目標已經定出來了 我想院長大概這次也嚇到 因為整個淹水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用治本的方式 你治標完全沒有用 了解了解了解 那過來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其實針對水利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整個我們之前 我記得我當地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一時期望有一個水利總署 因為我們河川整治實在很麻煩 上游就像之前在做那個八八水災的後續幾天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時候 本來還有個颱風來大家嚇死了 還有沒有進來那一次 不管什麼颱風我也忘了 結果呢很多居民來跟我講 那個驗色湖可能有危險可能有危險 結果我打電話問水利署 河川局打電話問誰誰 不對啦 那個是屬於林務局的啦 就弄了半天問題還是沒解決 就是說我講的 從我當立法委員以來 水利的問題能不能一個單位 就類似水利總署 你知道我們上游水保局就是榮委會管 榮委會裡面驗色湖是林務局管 然後呢中游可能是 可能是水利署管 下游縣管河川去管 所以呢支流又是鄉鎮 當市集小民怎麼會知道我該打電話告知誰呢 這個驗色湖有可能會提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我講水利的這個問題 能不能把它單一化 就像成立水利總署 我想也要重新去思考 我跟委員報告兩點很快的齁 第一個要把這些上下游的這些水利主管機關 整合在同一個部會裡面 這個在環境資源部是這樣安排的 經濟水利署要進環境資源部 農委會的水保要進環境資源部 這已經確定 這是但是它是要在環境資源部裡面去做 這第一個這是目標 第二個在這個階段裡面 行政院已經成立了匯報 匯報新作席討的工作 把這些上下游整合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處理的 好 這第二個第三個 你剛剛提到留意的概念 將來在環境資源部裡面 會有留意的管理的機構或組織呢 類似概念會出來在那邊 目前這個都在進行之中 在分短中長 謝謝部長 目前都在進行 我也希望加速啦 對對對 第二個問題我請教你 沿海地區的地層下限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海岸提防是經濟部在負責的 對啊 那沿海地層下限 過去這個地層下限地區的整治 有一部分是經濟部在負責的 我是為什麼會地層下限 我只問你 我不管你誰負責 我現在知道都是經濟部負責的 為什麼地層會下限 是因為超充地下水嗎 當然有些人這麼說啦 那麼真正的原因 我個人也不敢說 講唯一的原因了 我跟你講齁 最近有一些學者開始在研究 過去我們一味的認為說 啊 地層下限都是都是養殖 專業區為了養殖業的 超收地下水 因為你海比較近 抽水比較快嘛 對不對 沖海水 如果說要混氧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 最近有一些水利單位 因為這是經濟部負責的水利單位 所以我希望你們了解 地層下限的抽水量 跟灌溉用水的那個抽水量 我相信你們都有數字 你們念水利的應該都知道 是不能比的啦 是不能比的啦 灌溉用水的抽水量才是可怕 但地層下限為什麼被人罵說 哎呦 整個地層下限都是你們養殖 養殖人抽水 超收地下水的關係 我相信這是有點 有點不是完全然的問題啦 也不是全然的因素 那追根究底就是 未來有一些學者開始在講 台灣的治水是過去出了問題 當然過去水利專家也是 博士博一大堆啦齁 但但是為什麼出了問題呢 就是整個台灣 剛剛講河流是湍急的河流 短而短而急水 這個河流情況之下 我們要的是 可能有一些紅帆區 就是我們水的涵養層越來越少 涵養層空洞化之後 整個地層就急速下限 不是沿海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 所謂的地層下限 不是沿海抽水位下限 是你中游上游一直空洞化 土石流這邊空洞化之後 水 因為沒有寒水沉 所以一直空洞化就往下 只是很明顯的量到 海岸線是地層下限 搞不好山的下限更離譜 所以這是從上游就缺水 所以未來在製水當中 可能從上游開水 開始讓我們土地有含水層 含養層水屬要夠 不夠的情況空洞化之後 就是一直下限 那下限當然很明顯的是 只看到沿海地區 所以未來我在思考 就是一個可能要廣結一些 那個那個場觀學者來研究 整個未來製水的方法 你們是不是要重新去評估 從上游開始 不是用堤防一直圍堵圍堵 現在很多就是堤防圍堵之後 他沒有辦法在 涵養層當中去擴散 那你圍堵之後就是空洞了 然後就開始 然後你圍他只讓水流流一個水道 他沒有辦法去做擴散的情況之下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這個見解我想非常的寶貴 那舉個例子來說 像經濟部目前 委員大概也聽說了 在規劃那個大潮州地下斧的概念 就跟委員的概念有點接近在那邊 你下次不要再講地下斧 地下斧大家以為要去挖沙石啦 對不對 你要把它換個名詞嘛 對不對 如果汁水是這種功能 可以有成效的話 我相信我們也會接受 地方上很多人說 那個什麼潮州地下斧 就是挖沙石嗎 為什麼要一個地下斧呢 其實就是一個涵養城 那台黨土地那麼大 你們就去挖 對不對 因為我是覺得後續來講 我們發覺有一些理論 你要提出來 那如果再不解決 趕快解決這些 淹水的問題 我相信未來台灣 當然啦 整個 不知道 不知道第幾世紀也不知道了 大概就是 都是 那個 那個地層下斧的更嚴重 那另外一點 那另外一點 我就要也再提出來一點 就是整個 整個 剛剛也配合蘇菌跟治水的問題 整個情況來講 當然最近新聞也想什麼 那個院長 吳院長有提到藍芯計畫 就是填土造地啊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賣流好像也是 抽殺來填土造地的 那民間公司都可以做 政府也不能做 所以有些不敢碰觸的問題 政府要破除一切的 惡勢力也好 都要去做 我是覺得 今天台灣的問題 我們在不斷 真的是壯士斷碗的方式 真的要積極去做的情況之下 不然我們真的 每一次碰到今天的大環境 尤其自然沒有辦法抵抗的 雨水一來 這麼多公里的雨水一下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避免 那未來政府有多少行政資源 可以去救災 像我們最近在救災 就在最後真的是昏倒了怎麼救啊 像現在每天都挨罵啊 對不對 有的災區啊 淹水一直五十公分就領 到前兩萬三萬四萬就領 有的淹到兩層樓高 也是三萬四萬啊 那你們重建基金也沒有在反應 包括我剛剛講 我剛剛也在跟自來水公司 總經理有講 那個加東地區到現在 有兩百戶沒有自來水 他們都是抽地下水 養殖中原區都是死魚的水 我們也不曉得他能不能喝 那現在有兩百戶 要接管 那能不能有所協助他們 因為整個可以說是 全村陣亡啦 整個養殖一條魚都沒有了啦 那這些自來水能不能協助他們接管 我來瞭解一下好不好 那一量不要收錢啦 因為大家都沒有水人 現在都在做零工啦 一天八百塊的 所以我希望說也協助他們有水喝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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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